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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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剛才看到你在尹小姐的車上 我打電話給你,是想你幫忙控制停車 誰知聽到他跟司機說來這裡 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再騷擾我的客人 我們不是想你難做的,那巧你們在一起 不是,我們真的有事要問清楚他 尹小姐快要出來,你們先走吧 我們可以向他澄清和他無關 夠了,我好辛苦才能保持尹小姐的大客人 待會他出來見到我們一起 怎麼說也沒用 Vinci 師兄,算了 無謂令Vinci難做 不好意思,Vinci,走吧 我們先走了 Vinci,為什麼你不在車上等我? 我坐得太久,下來休息一下而已 我們也吃日本東西好嗎? 好 我們進去瞭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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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想要什麼? 剛才那個尹小姐不是過來拿了嬰兒衣嗎 誰是尹小姐? 蘭絲皮具的老闆娘,委妙蘭小姐 那件嬰兒衣不是用了金線瘦了圖案嗎? 是你說金線瘦甩掉了,毛囊鬆了 我們已經跟她做得好 是…剛才說尹小姐需要趕著開會 所以忘了 她叫我們過來問問你 你會不會有保養寶寶寶先生的 毛毛和金線? 他想頂一點 將來不用拍賠不回來 有,你們等一等 謝謝你 我只接到謙的電話 就馬上把三仔拆掉了 毛毛和金線 和龍哥這件衣服就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有這件衣服 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 封妙蘭就是打破龍哥妹靈魏的人 這件衣服是我媽媽親手織給我兩兄妹 一人一件,款式一樣 阿鳳那件就繞了一隻鳳 我這件就繞了一條龍 尹小姐拿到這件衣服去修補 就是說這件衣服對她來說很重要 她還不是龍哥的妹妹? 豈止她這麼緊張的嬰兒衣 就是重念救顧親情 不好意思 怎麼樣?阿東 龍哥,坤叔無緣無故衝上來 還跟上次給一千元吃貝仔糕的女人 在一起 坤叔還說不跟我們續租 還說要收一間店,怎麼辦? 行…我馬上回來 龍哥,沒事吧? 坤叔來一查餐廳 他在收一間店 他和韻小姐一起來 我馬上回去看看 龍哥,去… 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 龍哥… 龍哥,你不是跟坤叔說了 加三成就跟我們續租嗎? 龍哥,你不是跟坤叔叔說了嗎? 你不是跟坤叔叔說了嗎? 兩個禮拜後請你們搬 這位小姐 你也試過我們龍鳳茶餐廳的貝仔糕 我記得你還說很滿意 還給了很多提示 你沒想到我們撿粒嗎? 是呀,龍哥的東西又便宜又好吃 不要讓他撿粒了 是呀,最多你就加租吧 我們那些街坊又不介意多給我幾塊 是呀,龍哥這裡的東西這麼好吃 去另一間吃不回來的嘛 老公… 小姐,這間茶餐廳 真的有很多街坊喜歡的 光晨開,有感情的 是呀,你和龍哥的事 不如先搞清楚吧 我想你們誤會了 我買的這間店 不是針對任何人,是在商言商 韻小姐,想請問你 為什麼這麼想要這間店?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不知道買這間店 我還買了隔壁兩間店 準備打通它 租給大集團做連鎖店 將來的租金可以很高的 什麼?地產霸權 就是你這個有錢人 建了大型商場,賣了高檔的東西 搞到星頭市民沒蛋沒食 你們又是不是? 不是呀… 龍哥,要求和他打官司 之前昆叔也答應我這間店 租給你的 口頭協議也有法律效用 你未必輸的 對呀,要求和他打官司 龍哥,我們一定支持你 支持你… 謝謝… 謝謝那位街坊猛場 待會沒辦法 事袋巨輪要轉,我們無法阻止 韻小姐 如果你的心願是要我這麼做的話 好,好,我們就收拾這間店 好… 好,爽快 那我兩個星期後就來收店吧 好 老闆都同意了,大家還有什麼說話 對呀… 好,太客氣了,不太狂了… 韻小姐 這樓是你下跌的嗎? 是,是我的 別走著,韻小姐 還有什麼事?阿康小姐 這樓其實不是你的 很多年前,有一個媽媽 親手積了一套三仔 給自己的龍鳳胎 兩件三仔的款式一模一樣 男生那件瘦了一條龍 女生那件瘦了一條龍 你手上的樓 好,其實就是從龍哥這件寶寶衣製出來 而瘦了一條鳳的小衣製 應該在你的手袋裡,何英鳳小姐 是,我是何英鳳 鳳,真是你阿鳳 我們之前果然沒猜錯 我也早知道你們猜到我是誰 真是瘦了一條鳳 真的跟龍哥那件一模一樣 何英鳳 你應該知道這件小衣製 我從哪裡找出來的 是何英鳳,你不在那裡找到的 對不起,阿鳳 你跟誰說的對不起 何英鳳在你們心目中 不是早就死了嗎? 別這麼說,畢竟是親人 血濃於水 有什麼不對就說得對 餐人,值多少錢? 一百元把我賣給別人 我那人只有六歲而已 鳳,當時有一些相思 說我們爭鬥 一定要送走一個月 為什麼我們倆都保不住 媽媽迫著這樣做?放了 是呀,我以前也聽過有爭鬥這回事 不過你們也不要怪媽媽 她不過不想你們兄妹有事而已 為什麼那月是我? 這幾十年來何英鳳受了多少苦 為什麼那月受苦? 不要,你們都還沒查清楚而已 就替她弄了一個令偉 幹嘛?打算春秋二祭 拜一拜就當是贖罪嗎? 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每一拜都是我一讀的詛咒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是懷恨在心 所以向龍哥報復 哥哥,你收回那間店的位置 擺明有心令龍哥沒有那間茶餐廳 是,我又有心把他弄 我要弄到那間店裡倒閉 這個人怎麼這麼陰毒? 一場戲會不用這麼盡力 總之無論如何 我和媽媽對不起 對不起? 如果有得選的 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 送苦是你 是,好吧,現在大家都清楚了 兩個星期後 你要清掉這裡的東西,滾舌頭 剛才真的全靠你 你用這樓子隨便找小姐 現在終於讓我知道 找小姐真的愛了我妹妹阿鳳 我安樂了,真的很開心 之前你一收到東哥的電話 就馬上走了出去 那我就先幫你收起那件嬰兒的衣服 我看樓子有點鬆鬆 剛才找小姐轉身走 情急之下 我就走掉三樓來搏搏搏 總之怎樣也好 很感謝你們幫我找我妹妹,謝謝 還要怎麼樣? 原來是回來拿債的 總之讓我知道阿鳳還沒死 而且生活得很好 就算沒有那間店,我也覺得值得 那你之後有什麼打算? 你會不會再開一間茶餐廳? 我現在租金這麼貴,重新裝修 開不開呢?隨緣吧 龍哥,不如找個機會 跟小姐慢慢聊聊吧 你們始終都是兩兄妹妹 或者過一段時間她下了一口氣 會有彎轉呢? 阿鳳小時候被媽媽賣了 她生氣我們很正常的 但是,總之現在我不要求做了什麼 我知道生活得好,我就很開心 我很感謝上天 現在我不想麻煩任何人 總之很感謝你們 不只想麻煩任何人 也希望大家非常感謝你 大姐 怎麼搞的?電話打電話也打不通 電話沒電,有什麼事? 這次真是大件事 你二姐姐和二姐夫吵架 他們經常吵架 這次怎麼知道? 你二姐夫吵架吵架,還走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打給他又不聽 你快回來幫忙,看看怎麼樣 好吧…我現在回去 你這麼不滿意當初就不要嫁了 我不嫁,不偷吃,你還敢做 你現在說什麼? 你們兩姐妹一人小句好不好? 是呀,你忍著動胎氣 戴著肚子不要這樣做 不是,我很煩 阿芝,你回來了? 你給他們兩個 對…你回來了就對了 好了,你解決兩個姐姐了 現在什麼事? 你又說是二姐姐和二姐夫吵架? 你現在又吵什麼? 我忍救他們兩個了 大哥,你們兩個日吵夜吵架架架架架 很難受 你放心,我遲下一定會搬 你結婚的時候已經這麼說了 你現在不是大大這樣動一堵 那臭丫頭又是想著賭 哪有這麼快要儲錢呢? 我戴著肚子已經出去做收銀幫補下 你還想我怎麼樣? 那你現在又因為什麼事 和二姐夫吵架? 我知道,我的肚子越來越大了 我也想留點錢用的 怎麼知道臭丫頭想著賭? 當時輸了錢,寶寶出生 哪有床位睡覺? 那我就說了幾句,再說了兩個人 人都走了 小姐,你是說了才好 你有沒有看你自己的樣子多兇狠 我是女人,我也不幫你 每次罵到老公狗血淋頭 什麼男人都走了 我現在是教他,是不是罵他 你看看你的樣子 停 不要再爭辯了 現在最重要是知道二姐夫去了哪裡 你去哪兒? 二姐夫,師兄 老婆 師兄,為什麼你們在一起? 剛才打你的電話打劫也不通 所以就打給阿謙他過來幫忙 是呀,我知道二姐夫平時不開心 去哪家酒吧,就去找他 真不好意思,又麻煩你 別這麼說,二姐姐 其實二姐夫駕駛巴士工作壓力很大 偶爾看阿波賭少許減壓壓 都可以理解而已 他不是賭少許這麼簡單 英超西甲樣也對 他說要減壓,那壓力是不是都來我? 老婆,對不起 剛才我跟阿謙談好了 我每個月只拿一千元來玩 玩完之後我不會再賭 對呀,就讓二姐夫玩一點 就當作調整一下 對呀,而且以後每個月出薪 我除了扣起飯錢之外 我所有錢都交給你管 你是孫好說的 你放心吧,二姐姐 我們有這麼多人做證 二姐夫跑不掉了 對呀,老婆 我一定會遵守這個承諾 你原諒我 先聽著吧 無論如何要阿謙你出手才搞定 真是麻煩你了 別客氣,我剛大學畢業還沒找到工作 在這裡做了幾個月廳長 已經把這裡當作是我伴的家 你們是家人,你別嫌我多事就行了 早就當你自己人了 今天留下來吃飯好嗎? 好呀 我做了香草雞 不要緊,我們留下明天吃都行 反正我都只顧著伯母做的煎牛餅 又吃煎牛餅?你每天吃都不厭嗎? 什麼?你什麼時候吃? 早前呢,你不是去了日兩眼十分半年嗎? 阿謙經常來陪我們兩個老人家 喝茶吃飯的 妹妹,你這個男朋友真不錯 那你一起來吃飯 我去做一個煎牛餅給你吃 謝謝伯母 我去幫忙 阿謙,你在這裡就對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剛拍電視機的畫面斬斬斬斬斬斬斬 電器你最好,請看一看 指揮個死路,什麼都做不到 好呀,我待會幫你試試 謝謝 謝謝 你煎的雞很香,我放進冰箱 明天做燈烤的晚餐 好呀 對不起,師兄 我今天早上騙了你,對你的態度不好 但我希望你明白的那真的是我的客人 我當然明白,你只顧著客人 但你一定沒想到 尹小姐今天下午去了龍餐茶餐廳 原來她真的是龍哥的妹妹 她自己也認了 是嗎?那倒好,兄妹相認 也是一件不好的事 可惜 她還想她媽媽在她小時候賣了她 她對龍哥的怨恨好心 她還說要收回龍哥茶餐廳的舖位 對,那你無論是幫龍哥找回妹妹 你也算盡了責任 一家不知一家事,大家都有那麼多事 還能管理得那麼多 你還在家裡的事嗎? 你說我已經搬出來了這麼久了 家裡大小事都要找我來處理 那家人就是這樣,不找你處理 找誰處理? 你不是打算給家用拍拍攝就離開嗎 這樣才是家人熱熱鬧鬧 吵架吵得熱鬧鬧才對 真的嗎?我經常在看二姐姐和二姐夫 我就在想,我自己千萬不能像他們這樣 我經常因為柴米油嫌吵 你說結婚這麼久了 還要迫在一間這麼小的房子裡 你不用擔心,我們還有這裡 這裡怎麼算是租的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計劃一下 草菁買一層樓呢? 我想過了,我花了這麼多心思佈置 我想儲多兩三年錢 應該夠錢買這裡的 我沒想過要買這裡 為什麼?你也喜歡的 是,這裡挺舒服,但是樓太舊了 我之前在跑馬地看到新樓盤 只剩下的景觀也好 跑馬地?以我現在的薪金 那樣負責不上了 所以我不是就是跟你商量 Roger還在等你回覆嗎? 我之前不是說過 我現在這份工作很喜歡,不想改變 雖然一鳴社是一個慈善機構 但是也要有薪金加價 好吧…我算一下帳號 然後做一份討伐給你看 我沒擔心過,我女朋友這麼精明 這種責任不能拿到她 我沒想過 尹小姐,韓先生來了找你 行了,你出去吧 阿鳳 你叫我尹小姐 尹小姐 你為什麼會找到你? 我問分叔 你們跟他簽買契約,他有你的地址 找我什麼事? 我知道你喜歡吃小河 我弄給你,新鮮骨熱 一盒你現在吃嗎? 就是這樣 我還有事想跟你說 你不見嗎?我很忙 三件事很快就不會阻礙你 三件事嘛,三分鐘 好 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茶餐廳叫龍墳茶餐廳 其實是媽的意思 代表媽媽對她的思念 媽媽掛念你 其實當年媽媽送你後 她的心很不安心 林過身前,她還緊等於懷 找不到你 人之將死,奇言也事 你不是打算拿幾個缽仔糕 說幾句好話,就想我原諒你 我也不敢希望你這麼快原諒我們 其實我是代表媽媽 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不如老老實實 你是不是後悔答應我 收拾家茶餐廳 怕沒飯開,現在來整污整水 想我不收回家店 是,我是後悔,但我後悔不是為我自己 我是為街坊 街坊很多人都當了我茶餐廳 是廉價飯堂 你做生意,你也算數,你可以加多點 我算過了,加雙倍租 你加雙倍租,我也負擔得起 雙倍? 雙倍租,你這間這麼小的茶餐廳 賺了多少?你能付得起嗎? 我自己的工資我不要 孤家寡人,我離婚 又沒有老婆又沒有子女 還有一層樓自己住,不會餓死的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的 我不是為錢,我是要你倒閉鬥 總之一個星期後,我就來收店 你有時間的,倒閉一盒子更好 有嗎?說完了嗎?這些事 還有…還有最後一件很重要的 最近我右邊小燕,拿著拿著的痛 我醫生檢查過了 肝膽白、肝酵素、腎功能 全部都正常 你記得小時候 你在樓肚痛,我接著就痛了 我擔心你身體有事,我感應到 你有沒有檢查過你的身體? 我告訴你,我沒有病沒有痛 我不知多好 你這種連隔關心,我不需要 三分鐘已經過了 我先來幫你買水,你想 necesity 張老師,龍哥的案子已經有完成了 怎麼樣まぁ我們已經替龍哥找上妹妹了 她的案子正式結合案子 我進來殷明社這麼久 從來沒試過成功幫求助者找到親人 之後, 一點開心的感覺都沒有 一心想幫龍哥找個妹妹 誰知道原來是隻大老虎 簡直想罵死龍哥 如如芳所說, 他們現在只是重逢 還沒真的團聚, 真可惜 迷信真是賀人不淺的 龍哥媽媽的愚昧造成這個遺憾 今晚是龍鳳茶餐廳, 最後一晚派對 龍哥不會想見到我們一個一個 抱著臉 師兄說得對的 老Sir, 你呢? 今晚不游巴士好了 之後還有很多個晚上 但是今晚的龍鳳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不用怎麼選 太好了, 老Sir也開了 師爺 來… 吃東西吃 太好了… 我最愛的白色招糖燉糖 真棒, 龍哥 慢慢吃 小雲, 雞翼似乎很好吃 今晚我沒聽到你咳嗽 我就請媽媽來吃一隻雞翼 謝謝小雲, 哥哥 希馬, 幫我八隻 來吧 師兄第一次帶我來,都是吃燒陽架 今晚可以吃,特別有意義 龍哥的意思是好頭好味 今晚之後龍哥就說要休息了 那東哥、祥叔,你們有什麼打算? 餵兩餐,都要看看附近有什麼路數 龍哥,你以後再開茶餐廳 我們一定隨傳隨到 是呀,龍哥,再開茶餐廳 記得通知我們,讓我們去地方打斷也好 是呀… 放鬆,放心 不過暫時還沒找到樂腳 一找到,立即通知大家 好… 但是龍哥,如果你去一些 不知道什麼茶餐廳,樂腳 會不會沒有朝堂燉蛋吃? 你這麼喜歡,好,龍哥私人外賣送給你 來,大家吃東西… 好… 阿田婆,你又留下明早餐嗎? 是呀,留下一頓都一頓 以後沒有龍哥特別炮製的肉餅飯舌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龍哥,你說如果你妹妹 肯放過那間餐廳多好嗎? 再說吧,你媽媽送她的時候 你只有六、七歲而已 其實哪有關你的事 她這次真的做得太盡了 不要緊,沒了一間茶餐廳而已 我有一個小妹妹 這叫做有得必有失 還有,有罪必有散 今天雖然是大家分開了 也是為了明天的重逢,是嗎? 好 對 無論如何,我就很感謝大家 今晚大家一起見證 龍鳳茶餐廳最後的一晚 好,大家都是龍哥的粉絲,死黨 乾杯… 好,好,好 好漂亮 這一串留給我們自己 之後再做兩串 給兒童子加一個小妹妹 這麼厲害?這樣也讓你想到? 用蛋撻子來聚燈站 龍哥撿了龍鳳之後,剩下很多東西 現在就拿些回來,循環再用 對了,尹小姐已經正式接收舖位 她又如何? 我最近找不到她 我做了一份提案給她,等她簽 誰知道打電話也沒人聽 尹小姐? 尹小姐 Vinci,我想收回之前買的印度基金 你的印度基金還沒到期 提早收回的話會損失很大 我知道,總之我要馬上收回 我想你在明天辦公室時間前 退回那筆錢給我 明天太趕了 因為最快要三個工作天 接下來還要是星期六天 我想下個星期… 總之你盡快吧 好…那我盡量吧 尹小姐,什麼事? 好像很等錢花 我早上打電話回來報警,我說遲回我 原來有人扣物狂發作 什麼?我是要做正經事的 跟龍哥妹妹妹有關的,有重大發言 什麼事? 尹小姐收工經過倫敦站 看見尹小姐那一百萬的鱷魚皮手袋 竟然放在廚窗賣 你有否認錯? 所以我今早就特地去倫敦站 問一個銷售師拿個手袋來看 我一看那個袋子的鱷魚皮紋理 就肯定是尹小姐那個 只看紋理就可以找你 如果手袋是天然鱷魚皮製造的 紋理真的可以每個都不同 余風就識貨了 我還叫銷售師形容放這個手袋的人 應該就是尹小姐了 你不是看完那一百萬的手袋 捨不得放手,買了它回來嗎? 當然沒有 我哄人說話也要花點錢 不過可以確定的就是 尹小姐真的放了 她那一百萬的鱷魚皮手袋出來 這五千元也算捨得值得 龍哥 龍哥… 阿鳳… 阿鳳,怎麼了? 我擔心我妹妹阿鳳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事了 出了事? 是這樣的,今晚我喝茶碰到阿坤叔 阿坤叔說黃鳳的舖位 被人掛了一個牌環要賣 那我馬上去看看 原來真的 我快點打了一個地產經紀 他說那個業主瘋得很急 進來的時候聽到西晶說 阿鳳拿一百萬的手袋去賣 是嗎? 是呀 那就糟了 龍哥,你先別這麼擔心 買店可以有很多原因 手袋是不是用驗了 打算換款式而已 女人貪新驗舊是很正常的 不過那個鑽石扣鱷魚皮手袋 出了兩個月而已 很難才能買到 正常的女人也無捨得放了 又有道理 其實我也覺得尹小姐有些問題 她昨晚打給Vinci 小姐,我就算我虧大錢也要贖回Vinci的基金 賣手袋、賣店、贖基金 幾件事同時發生 不會是巧合 尹小姐是做生意的 會不會周轉上出現了問題呢? 女兒一向都很富貴 前後不夠一個月,這麼快就不行? 你見識小姐,做生意的事就是這樣 一朝富貴,一朝閉藝 我有個叔叔是做生意的 本來住半生 後面一個浪扣下來就滾下山腳了 好…我明白了… 是的… 尹小姐回來我就回電話給你,好嗎? 好…再見… 小姐 你什麼事? 我找尹小姐,我是何英龍 何英龍先生,謝謝你等等 我找尹小姐打電話來 你是尹小姐沒空 我趕了今早十點上來見她 她現在方不方便見我? 尹小姐正在開會,你先坐下來等等 好… 蘭絲皮具,你打這麼多次電話來 也沒用的 我也不知道尹小姐什麼時候回來 你…等等… 收不到那筆錢? 會計部主管今天放了假 我也無法回答你 你再過一會再打電話來,好嗎? 好,再見… 張先生,等等… 請你幫我問 那條Odi拉,麻煩你幫我幫你幫忙 再談吧 尹小姐,我真的幫不了你 我幫了你銀行這麼多年 一向信仰都很好 只要我過了這關,我一定要有錢還 不是我不想幫你 銀行的規矩是如此 你的貸款幣這麼大,我們沒辦法了 那一半吧,啟蛋一半吧 其實你還欠我們銀行兩條數目找清 我們很難批給你的 我沒有這筆貸幣,我就死定了 或許你去其他銀行問問吧 不好意思,再見 張先生… 有什麼事快點說,我沒空了 你公司是不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很嚴重?你應不應付得到? 何英龍,你正是我的黑星 為何當年媽媽為了救你 就是把我送給人 還當我死了就算了 我不放棄,打爛了我的骨灰鞋 你就找一名寫的人來找我 以為可以贖罪?以為可以認回阿妹? 之前的事對你很不公平 但為何你搞這麼多事,辛苦你自己呢? 是,我也不明白為何 但每次有你在,我就要受苦受難 我打算弄死你,搞了一個好事 把公司的事交給助手 誰知道他利用我簽給他的授權書 來起鵝飛腳 穿我的胃圖在足袖埋佬,你心涼嗎? 我怎麼會心涼呢? 你之前的事都說了,我不想再說了 現在有什麼可以幫你? 你幫我?你有錢嗎?你幫我幹什麼? 我少許都可以幫你吧? 少許?萬十萬? 我欠人的傢伙,最少是二百萬 你別跟我說了,你別跟我開玩笑 瑋碩仔,時間到醫院了 但是我知道 你不舒服嗎?這裡是不是很嚴重? 是 瑋碩仔,你這個死鬼老婆說中了 兩個只能活一個 現在不舒服的是你妹妹 現在跑來死的都是你妹妹 你別嚇我,你哪裡不舒服的?你說吧 瑋碩龍,你以後都沒有在我命中出現 好… 你嚇我… 好… 我找了房子,只有這麼多錢 我沒問你拿錢 是我自願的 我知道你需要錢來周轉 雖然你一百萬幫不了什麼 做什麼就當是我心意 進來吧 丁師姐上來了 要不要叫她出面等等? 不用了,請你進來 謝謝 瑋小姐 Vinci是我基金經理這位學生 我認識丁小姐 我們見過面了 對,Vinci的朋友是一名寫的幹事 既然大家都認識的 那我不轉彎門角了 Vinci,你幫我做證吧 這位何英龍先生 覺得做了一些對我不住的事 所以拿一百萬支票來 當是向我贖罪 這筆錢我不知道她怎麼來 不過很清楚一件事 這筆錢她是無團件送給我 不是我問她借,她也沒有結我還 如果我過了這一關 心情也好,或者我會說 不過更大的機會就是我不會說 如果你肉赤,還有機會你可以收一筆錢 不要緊,這筆錢我預了給你 我沒想過會收回 不要緊 Vinci,你聽得很清楚 這位先生這筆錢是無條件送給我的 如果將來她反口,你就是我的證人 明白 我來吧 你這麼客氣… 你還不值什麼錢?七彥 果然是沒有介紹的 下次多下來光顧 其實車仔麵也不錯 又多東西選又值得吃 沒有龍鳳茶餐廳 也有比車仔麵還冷 這麼好,下次來私人多做兩顆魚仔 你先享受吧 好,謝謝 最近有沒有見過龍哥? 龍哥,他有什麼打算? 他早兩天下車仔麵來找我 他好像沒什麼計劃 可能他想休息一下吧 不知道龍哥什麼時候會重出江湖 我很想念龍哥的髮色焦糖蛋蛋 是呀,東哥,龍哥還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有,他特地來找我 他說他有個朋友很等錢花 還說想按一層樓 還問我哪裡可以借錢比較快 我就叫龍哥跟他朋友說 去那些物業信貸公司 龍哥真是熱心 龍哥對人真是第一名 等等,找妙蘭的公司有財政困難 剛巧龍哥的朋友想借錢 又會這麼巧合? 會不會龍哥想按了自己的房子 借錢幫妹妹呢? 想起來好像是 找龍哥 好 龍哥… 你這麼齊人,謝謝你關心 龍哥… 田婆,你們一來買嗎? 是呀,我一聽到阿東的電話 說茶餐廳有得救,就馬上趕來 在街上碰到田婆,就一起來 對了,龍哥 龍和茶餐廳是不是很快開門了? 我還不知道,我們進去再說 好… 好… Vancy,你怎麼會在這裡? 找小姐約我來的 龍哥,是不是開門了? 我們看到燈光了,是不是開門做生意? 是呀… 可以… 好,人多就更熱了 我一叫Vinci來 因為他看著我收賀英龍的一百萬 你們大家看著我怎麼用賀英龍的一百萬 一百萬? 龍哥,你哪有這麼多錢? 對了,龍哥,你考慮清楚沒有? 你真的按了一層樓借錢給他嗎? 是我自願的 你一吹是職業的Vinci 看來連師兄也不知道 這些是他們倆之間的事 我作為愛人也不方便說這麼多 是呀,蘭姐 那你讓龍哥來搞什麼? 時間差不多了 我花了一百萬,買了一場馬 買馬? 買馬? 你不是說等了一些錢來救公司嗎? 阿鳳,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事嗎? 一百萬對我來說,作用不大 那就拿來賭一賭吧 夠不夠選公司呢? 就要看第二場八號碼,能否贏得到? 我不是最多聲,那是大冷門 那是一本來的 你打算怎麼買? 一百萬,獨贏 你屁股都不買了,獨贏嗎? 這些是龍哥的血汗錢 你用不著這麼拚? 你之前用一百萬買過手袋 現在用一百萬買一隻馬 你拚錢比我十萬倍 龍哥,你出口聲吧 希望這場馬贏了,可以幫到你公司 我的朋友是馬主 連馬師告訴他 八號碼子多星是穀行鳥 他也進了馬場,準備抓住 開閘 一開閘,馬人絕對好看 暫時看看 五號的快樂神距離馬得不錯 六號的神勇小指好像飆了出來 排第已經是九號的重家碼子 八號碼子多星 八號的大冷門子多星 三排兩個女兒都是第三位 不錯,今天的走勢不錯,子多星 好,開始轉入直路了 暫時領先的是六號的神奇小指 第二位就是八號的智多星 排第三位的星猿飛轉 三下兩盆追過的智多星 走路眼 四號的帝龐槍 他突然在外洞 一字字標上來了 過重點了 第一名是四號碼子的帝龐槍槍 你這個什麼朋友? 你買衣服嗎? 不是吧,那隻馬跑得沒有衣服 我也知道不會這麼幸運 一百萬就這樣沒了嗎? 你快點還錢給龍哥 是啊… 不知道要賣多少個餐 才能賺回來 龍哥,那你怎麼辦? 你們沒有簽借他 錢可以賺過 層樓可以慢慢供過 現在輸了錢,你公司怎麼樣? 怎麼樣? 你不要看著我怎麼死 你不要看著我怎麼死 又在我旁 那麼快樂地成長 或我成熟了 人學會知足不再妄想 是愛情未滿 明白有時要耐心等半向 心恆興恆了 人生恆正常